我们可以居家的护理 大概一个月至少一到两次 洗完头发之后呢 要涂上护发素 然后把保鲜膜包起来 第三层是用热毛巾包起来 停滞大概十到十五分钟 这样也可以达到这个 鼻子层的深入的护发效果 之前我很爱瓢头发 头发曾经枕头瓢成金色过 头发就很容易打结 甚至是分叉 然后有时候输一输 头发就会掉满地 所以我就是选择护色的护发产品 那现在的护发产品都做得蛮好的 你在护色的同时也可以保护你的头发 修护它然后不要让它再度打结 我觉得如果你在乎你自己的头发的话 让别人看起来不要毛躁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找一些专业的人士 然后去询问针对你适合你的产品 是很重要的